1月19号,国内有一个叫沈白宇的公众号作者突然披露 说他从一个马里兰大学华裔教授那里得知 中国上家宋祖英已经移民美国 一看到这消息呢,很多朋友眼睛就亮了啊 因为都知道他是江自民的情妇 那在90年代初一个春晚上 江自民看到宋祖英眼睛就直了啊 给他留了一个字条,上面写着有事找大哥 从那以后呢,两个人就联系上了 宋祖英的事业也是风生水起 而且呢,他有一个车牌可以随意的进出中南海 宋祖英的儿子呢,长得也很像那个人 那么随着江自民失势啊 现在呢,江自民已经死掉了 那宋祖英呢,也是逐渐的淡出了公众视线 现在说他移民美国呢,很多人可能也不意外 其实很多党官呢,也是把自己情妇二奶呢,放到海外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呢,是最虚伪的